新北市政府農業局在各地區的農會超市設立了新北小農仙鋪 而現在淡水國民運動中心透過新北市議員鄭宇恩的協助爭取 在一樓就設置了新北小農仙鋪 希望能夠拓展農友們的行銷平台 也讓民眾對處採買新鮮農產品的好地點 為了幫助新北市內種植農作 但是數量並沒有非常龐大的農友們推廣吃在地有機農作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在各地農會超市設立新北小農仙鋪 但是現在淡水國民運動中心透過新北市議員鄭宇恩的協助爭取 在一樓大廳旁的咖啡廳設置新北小農仙鋪 希望透過拓展農友的銷售平台 也讓民眾多一處採買新鮮農作的好地點 讓這些小農可以把青菜還有一些有機的蔬果放到這個小農仙鋪裡面 讓運動的朋友也可以來這邊購買他們新鮮的蔬菜 這樣子的通路其實在試驗的階段我相信一定會很成功 而且我想現代的人越來越注重養生跟運動 能夠這樣子做結合我想也是有效的利用新北市公有的空間 市議員鄭宇恩表示這次透過淡水區農會與農業局 在國民運動中心大廳旁邊的一個場地可以設置簡易的販賣農作物空間 而冰箱裡全是在地有機小農所種植的有機蔬菜 還有許多新鮮當季水果及養殖雞蛋等等 總共有六家在地的有機農場 而農友表示多一處的平台可以讓民眾吃到健康的蔬菜 也可以讓他們多一條銷售通路 動健康要吃健康嘛 所以說來這邊運動的人對身體好 那如果說在吃得更健康一點的食物 這樣有加成的效果 剛才有這個機會 我們希望說我們淡水的一些有機農友 能夠提供這個管道 可以讓我們這個新移民 可以吃到很健康的優移素材 淡水有很多的小農 那其實我們也會希望來運動的民眾 他除了運動之外 他可以帶一些健康的商品回去 然後就可以在地就是到一個地方 然後就可以很多個需求一次滿足 因為我們目前現在跟農會去配合 這樣子的一個新北小農仙鋪的專案 那這邊的話目前是有六位農友會加入 運動中心表示 國民運動中心是許多民眾運動的地方 而可以在這邊提供有機蔬菜 對健康一定也是一件好事 而藉此也可以正好讓民眾 在運動完之後有方便採買的場所 而市議員也表示 新北有機小農少度跨出超市 拓展多元通路 不僅是縮短產地到餐桌的距離 更減少碳足跡 也能夠照顧在地的有機小農 讓消費者採買更方便 也更健康 記者許多一在學生網報報導